每期一整做文文文 大家好 我是杰主任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那么今天老师将会在这新系列的视频里面 与你分享学生常在做你常放的一些错误 那么我们也知道 从错误中学习将会是最快跟最有效的 那么杰主任将会从我学生的作品里面 挑出一些常放的一些毛病啊 来与你分享 然后也希望你能够避掉这些雷区 那么话不多说 老师今天将会跟大家分享的毛病是 好的 今天我要回复一个来自YouTube的学生 问道老师的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白板 还有问道老师 老师请问一下这个nd的这一个字 我们几时候要放这个dash 然后什么时候不需要去放这个dash 那么这个问题呢 老师也觉得在作文里面 有时候我们也会用错 所以今天我们也拿出来讨论一下 那么同学们你要知道一个东西就是 其实我们这个nd这个字啊 它是属于我们的一种什么 它是属于我们的一种 imbohan OK 它是属于我们的一种imbohan 那么有什么字是属于imbohan呢 可能我们的imbohan也有一些字叫属于 men的字对吗 那么老师要给你一个逻辑的思考去思考一下 通常我们会用这一个字 men 例如我们讲men chari 例如寻找 对不对 或者我们讲menjalan 这样老师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 请问一下我们有没有放dash在中间 有没有写成men dash chari 有吗 我们是没有的 对不对 因为这是错的 那我们会不会变成men dash jalan 刚刚呢 也没有 对不对 因为它是错的东西 所以其实我们的end这个字 老师就把它拉过来 我们来看一下 end这个字呢 我们其实是不需要放dash 我们就放 本 jaja 这个是一般上我们用end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的一个选择 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个特殊状况 什么叫特殊状况呢 如果今天end有分两种状况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end 基本上后面我们只要把它连在一起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今天end 他的第二个状况就是 他会放dash这个字 重复一次 他会放dash这个字 为什么呢 如果后面它是一个katernamehas 或者我们简称大字母的字 大字母的字 这样我们就要把它放成dash了 那么我老师举几个exemple给大家看好 举例 end dash japun 这样为什么我们放到japun的时候 我们需要大字母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因为japun它是katernamehas 它是大字母 如果大字母 我们就要放dash这个字了 所以基本上end有一些情况会有dash 有一些情况是没有dash的 OK 那么希望今天能够通过这个视频 然后能够解答你这位同学 利的这位同学的疑惑 然后也希望同学们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也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跟老师讲一下 我有空的时候也会尽快的做一次视频来跟大家解答 好吗 那如果觉得今天的这次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帮老师点赞并且分享你的朋友 好那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